busy 今日很 blij 林逆康 在本年海 sonst的歌 新年 desdeий 大诗歌 非常高興 回到到年 those sound 所以說 我們是如何做勸全唱 阿Phil 你怎樣評價? 其實我覺得今年是一個算是成長的一年 做多了很多音樂以外的東西 也都有新的嘗試 例如去台灣 有一個很長的準備 還有去做了半年的時間 反而我覺得我今年在音樂上的成績 尤其是在香港 是做得不夠好的 我都要警惕一下 因為派的歌曲真的不多 你說有一雙手 我剛推了一首新歌 就是《瓶子繁殖》 只有三首歌 我覺得真的不夠 很多的粉絲 尤其是我在家人 身邊的朋友都跟我說 阿Phil 不夠歌 今年真的這麼快 已經到了11月 時間過得很快 真的很快 我明白到 音樂始終永遠是我最重要的事 所以有其他嘗試新的發展 或者嘗試有趣的事 但是 的而且確 音樂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下一年 可以做多些音樂給大家 亦都可以寫歌 給其他不同的歌手 好 非常之好 其實阿Phil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民間喜歡聽歌的朋友 封了一個綽號給你 覺得你的歌很正面 正面歌王 無論是《高山低谷》 或者《安徒生的錯》 都是很正面的訊息 一雙手不用說了 那你自己其實 為何會這麼刻意去做一些 都有點像是 不只是說愛情 說一些人生 說一些社會現況 那些歌曲 為何你有這樣的想法去做 一半是自己 自己 出於自己的一些 心態上去鼓勵自己 亦都 我經歷了一些事情 亦都希望可以 給到這些信息和能量 給大家 亦都可能是大家 填詞人都在我身上感受得到 這種感覺 所以寫得出來 所以新歌呢 停止泛直 就不再是了 所以大家竟然封了一個綽號 是 林奕康永遠都是正面的 那我告訴大家 林奕康都會有 猛者的時候的 林奕康都會有他擔心 和他可能是 不要說黑的一面 但是絕對是 都會有他 現實 其實那件事呢 不是一件很negative的事 純粹都是想 bring up 一件 我們應該要注意到的事 希望可以變得更加 positive 那我想作為聽眾呢 我都想見到 林奕康不同的性格 透過音樂 領略不同的林奕康 所以我們都會 留意這首新歌就是 《停止泛直》 是不是 OK 那其實我想 這幾年來的發展 對於很多 喜歡唱歌的朋友 其實 你都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就是怎樣能夠 最初慢慢去 在樂壇裡面 再奮鬥 另外那些歌 更加多人去認識 其實阿Phil 你覺得 對於喜歡唱歌的朋友 怎樣才可以 在音樂界裡面 去打出自己一片天呢 那你自己覺得 雖然未來都可能 要繼續再努力 但是你覺得 喜歡唱歌的朋友 怎樣可以去發展自己的音樂呢 我覺得是 正如我 我記得我第一個音樂老師 去啟發我 去說一句說話的 就是 音樂 八成是努力 兩成是天分 就是我小時候 以為是剛剛相反的 那麼如果是 純粹是因為天分 我一定沒有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原來努力 是這麼重要的 還有我覺得最重要是 你真的喜歡 因為 這個行業是真的不容易走 是 如果 小小的苦楚 是 可以說是 受不住的 的話 這一行未必是適合她的 這個是一個 不是我講的說話 而是很多 我入行 之前到現在 一些監製 又去告訴我 你都嘗試去挑戰一下我 究竟 阿Phil 有沒有真的有個心 一個 passion 去做這件事 如果你真的不介意 你不介意 各樣的東西 你真的喜歡音樂 那你就有機會 你儘管去努力 寫多些歌 唱多些歌 就可以了 OK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年底 又差不多來了 很多頒獎禮 過去兩年 阿Phil 都有不錯的成績 今年 你預期自己的成績是怎樣 或者你想得到什麼獎項 嘩 今年不敢想 我剛剛才說 派歌不多 我覺得 我當是沒有 這樣會比較 我想可能是 這兩年來 三年 四年來 經過 我自己人生的高山低谷之後 一個心態調整 就是不要預期任何事情 有任何的得著 都是一個驚喜 這樣會比較舒服 我覺得 短短幾分鐘 林奕康 真的用他的說話 告訴我 他真的是一個很有正能量的人 除了你的歌曲之外 對於一些 成敗得失 其實看得很通透 我覺得既然你這麼喜歡音樂 獎項都不是最重要 更加重要 就是自己努力 可以唱到自己喜歡的歌 對吧 最後一句 或者跟我們的觀眾朋友 再分享一下 或者預測一下 究竟2017年的林奕康 我們會見到什麼特色 你的發展上面 2017年的 已經是 會推出新專輯 我之前也說過 這張專輯 是關於愛的歌曲 所以同時 程之凡 好像也不是說愛情 但也是說愛情 之後面對的困難 希望這張專輯 會給大家一個新的感覺 因為可能大家都習慣熟 Phil 是唱一些非情歌的歌 這次是 打正旗號就是 情歌 好啊 那我們很期待 不過這時候呢 大家快去聽一下這首新歌 叫做 《停止繁殖》 好嗎? 今天謝謝林奕康 謝謝 我為建築下去 為難受下去 我跟你吸絕望 偷著面無罪 這世代 逼我無絕對 想得到畏懼